半年前AMD用5700用全新的RDNA架构宣告了A卡的回归 尽管RDNA是非常先进的新架构 但光靠5700和后来的5500系列 并不能把触手伸向所有的消费者 高端和主流的定位之间还留有非常大的一片空白 所以今天AMD就拉出了一款RX5600XT来填补这个空白 到底它的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照常理来说5600XT起了这种名字嘛 肯定流处理器会阉割到2048个以下对吧? 诶 你猜错了 这个5600XT居然直接沿用了前辈的NAVI10核心 保留了2304个流处理器的规格 核心部分没有做任何的阉割 频率呢我们这张蓝宝石的白金版最高可以到1780M 甚至比5700的公版还要再高一点了 而显存部分则从256位位宽割到了192位 容量也从8GB到6GB 显存的带宽也因此从448G每秒降低到336G每秒 不过依然是GDDR6 总体来看5600XT似乎没做多少阉割 完全就是一张用来卡位的显卡 性能还是有点让人期待的 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开始测试吧 测试平台的CPU采用了i7-9700K 内存是影驰名人堂的16G 3200M 硬盘是名人堂的2T NVMe 我们跑了一下3DMark的Fire Strike Extreme 5600XT确实没有因为阉割而降低多少性能 在FSE的测试中甚至接近了2060 Super 不过FSE是对A卡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项目 要说接近10G的话 Time Spy会更加准一点 所以5600XT在Time Spy中稍微胜过2060一些了 不过在4K分辨率下的Time Spy Extreme中 5600XT和前辈之间的差距就稍微拉大了点 成绩也开始落后于2060 显存带宽的劣势似乎在高分辨率下还是有所体现的 那么这张显卡在实际游戏中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首先跑了一下刺客信条奥德赛 1080P下5600XT的性能要稍强于2060 平均可以跑到60帧以上 提高到2K分辨率后 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性能表现 平均都可以跑到48帧 远强于1660 Super 而在4K分辨率下 5600XT则是略微落后于2060 看来5600XT这张显卡就是针对2060去的了 我们再来看看配置要求非常高的大作 荒野大标课2 这个游戏哪怕在1080P下 5600XT都没有办法全特效流畅运行 平均帧数51帧 略微落后2060 2K分辨率下帧数进一步跌到42帧 和2060保持一致 对于画面档来说 这个帧数也算是可以接受吧 但4K分辨率就真的不行了 5600XT平均24帧 如果不想看PPT的话 就只能降低画质了 无主之第三 作为打着AMD Logo的游戏表现还不错 1080P全特效5600XT可以跑到平均64帧 2K分辨率也可以跑到平均45帧左右 都是要强于2060的 不过4K分辨率下所有的参测显卡都跑不到30帧 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吃配置的 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COD16的表现 我印象里COD系列向来不是一个偏袒A卡的游戏吧 但5600XT居然在1080P下跑出了141帧 不仅完全和前辈保持一致 更是远远地甩开了2060 即便上升到了2K分辨率 5600XT仍然能跑出102帧的高性能 4K分辨率更是能接近平均60帧 甚至超过了2060Super的表现 要知道N卡那边我们还没打开光追呢 没想到这COD16明面上的NV游戏实则是个N黑 不过基于虚幻4打造的星战绝地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5600XT在这一项中只是领先于1660S 和2060还有不小的差距了 2K分辨率差距有所缩小 但依然落后于2060 4K分辨率下情况有所改善 5600XT可以比较接近2060了 另外我们也测试了赛车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均4 这个游戏是出了名的A卡优化了 1080P下 5600XT可以跑到140帧 同样领先2060一节 分辨率提高到2K之后 仍然能保持110帧的高性能 哪怕是4K分辨率 这张卡也能挤出69帧 完全是可玩的水平 这个游戏的优化可以说是非常好 最后我们也测试了两个竞技游戏 首先彩虹6号围攻的表现 看起来也还不错 1080P下 5600XT跑出了168帧的性能 可以充分地利用上高刷新率的显示器 2K分辨率下也可以跑到101帧 而4K的表现则是略逊于2060 平均跑到了47帧 另一个游戏CSGO就比较轻松了 AMD似乎已经修复了半年前的占用率问题 5600XT可以在1080P下跑出408帧的高帧率 甚至要领先于2060 Super 即便在2K分辨率下这张中端卡依然可以跑到336帧 哪怕再提高到4K分辨率 帧数依然有211帧 仍然强于2060 Super 看来CSGO这个游戏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风水轮流转 除了游戏性能之外 我们也看了一下温度和功耗的情况 由于是非公版所以这个温度仅供参考吧 看得出Navi10核心极高的晶体管密度 还是对核心温度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的 即便我们这张三热管的非公 烤机温度也来到了75度 不过好在功耗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560XT的平台功耗比2060还要再低一些 至少中高端的A卡确实已经做到了能耗比不输NB了 最后我们也做了一下超频测试 有点让人失望 我本来以为阉割显存之后 超频能带来很大提升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这浓眉大眼的AMD也学会了隔壁老黄的狠招 把超频能力限制得非常死 核心最多只允许拉2% 显存也只能拉6% 这样折腾下来 Time Spy从7、6、4、8分提高到了7、8、8、9分 几乎就等于没超频 还是和前辈有不小差距的 看来AMD也想防止越击打自家人的情况出现 5600XT这张卡理应有很强的超频潜力 现在看来只能盼着未来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些解锁工具了 总的来说5600XT就是在前辈的基础上稍微削那么一点点显存 然后限制超频 凭借Navi10核心本来就不错的底子 这张卡的性能还是可以和2060一战的 价格方面考虑到2060已经下探到2000元级 我觉得5600XT这张卡如果能买1799到1899的话会比较有吸引力 这是一张有潜力的卡 但目前这个首发阶段的潜力还没有显现出来 也许有朝一日当价格趋于合理 性能枷锁也被打开之后 这张卡会成为一个很香的选择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